欢迎您收听由飘剑为您播讲的锤吊诸天 815集 一群大魔头 恐怖的力量肆虐 远远地望去 一座小山脉拔地而起 连绵数十公里 烟尘散去 北风的瞳孔猛然一缩 下方原本的城池消失不见 只剩下零星的残破建筑 可以证明这里曾经有过一座城池存在过 一股浓郁的血腥味铺天盖地涌来 令人作呕 奇怪的是 却没有见到几具尸体 偌大的一座城市 其中足足拥有着数百万生灵 却是在弹指间破灭 无一火口 腹地印聚集大地的地气 在刹那间引爆 恐怖的力量作用在地面之上 足以破罪一切 北风震撼 这种一念间 聚集方圆数百里的地气 形成了一股毁天秘地的手段 当真是可怕 就如同地震 超级地震 在刹那间爆发出来的能量 足以与数百上千枚的核弹相媲美 而这腹地印就是让这股力量突破地面 直接作用在地表之上 尽管引导出来这股力量会虚弱很多 但是也相当于数十颗核弹起爆 区区一座大城 在这等力量面前不堪一击 这还仅仅是因为 此方天地更加牢固的原因 否则呢 就不是一座大城被破灭这么简单了 九哥 动静轻点 一道如同神灵一般的声音响起 让人忍不住颤礼 大哥 不好意思没收住手 九哥有些不好意思 善善地说着 先前说话的那道声音 没有再出现 九哥伸手一招 海量的血缘石腾空而起 被九哥收了起来 这一批血缘石的品质 毕竟万年前那一批差远了 量也少了许多 九哥嘀咕着有些不满 但是听在北方的耳中 却是听出来不同 万年前 也就是说这个家伙 被万古天宗禁锢了 最低是数以万计的时间了 不仅如此 上万年前的那一批血缘石怎么来的 北风可不相信 这些土著会老老实实地交出血缘石 走吧 这趟收集血缘石快要结束了 九哥收好了所有的血缘石 当先向着一处离去 北风也只有老老实实地跟上 这样的老魔头心思难测 北风可不想去出了对方的眉头 接下来的几天里 九哥充分地向北风展示了 什么叫做杀人如麻 数十座大城破灭 所有的血缘石都被洗劫一空 无数的生灵惨死 只有少数几座 传承悠久的大城之中 有过九哥这一人的记录 老老实实地上缴了所有的血缘石 从而逃过一劫 总算收完了保护费 道友随我一同回去吧 九哥伸了一个懒腰 笑眯眯地对着北风说道 语气不容置疑 麻烦道友了 北风在九哥的注视之下 寒毛竖起 要知道自己要是不答应呢 恐怕下一刻就会被干掉 走吧 九哥化身一道红光 向着远处顿去 北风自然是紧跟而上 顾不得体内的原力消耗了 要完要完 这下自己送上门了 北风结合之前 所听到的那道声音 如何不知道 此街不止关押了九哥艺人 很明显 现在是前往对方的老巢 恐怕都是一些大魔头 自己生性纯良 与这些大魔头待在一起 恐怕会被吃得 连骨头都不剩 北风有些心虚 与这些大魔头比起来 恐怕自己见过的生灵 还没有对方杀得多 与这些大魔头待在一起 自己纯洁的 如同小羔羊啊 不行 我一定要饿一些 北风努力地瞪了一眼 让自己看起来凶恶一些 但是无奈 配合模样俊美如鲜的少年模样 确实显得有些卖萌 特别是脸上的伤势 虽然好转了许多 可还是有些肿 让北风看起来 就有些婴儿肥一般 北风有些无奈 心态善良了 连庄恶人都不像 此处的空间坚固无比 恐怕是之前九个动用大神通 也是没有让空间破碎 是以堂堂一个疯狂强者 却只能够老老实实地赶路 你的修为 我要是没有看错的话 应该只有万年尊巅峰吧 因你这样的修为 罪名居然是 使徒击杀数十位 万古天宗核心弟子未随 九个在前 头也不回 看似无意地询问着 在下修为虽然只有万年尊巅峰 可是等闲的洞虚境界 十个八个也不是我的对手 北风想了想 也没有隐瞒 直接说道 哦 特殊体质 九个一愣 面色有些动容 正是 在下乃是周天星辰体 北风点了点头回应着 想要活下去 就要展现出自己的价值 相信这些个老魔头 不会让没有价值的废物 与自己争夺 本就稀薄的天地灵气 不错 要使得外界 本皇倒是颇为心动 哪怕是杀你全家 也要收下你为弟子 九哥脸上带着笑意 积了一下手掌 北风听得是冷汗之流 打死也不能够承认 自己是万古天宗的弟子 不然呢 就不是死的问题了 肯定是生不如死 也不算是废物 倒是有资格了 九哥赞赏地点了点头 像是自言自语 又像是说给北风听 果然 刚才要是 没有表现出自己的价值来 恐怕自己已经死了 北风暗呼侥幸 这些大魔头上一刻呢 还与你笑嘻嘻地 下一刻 就能够 接下你的头颅下角 两人经过此事之后 一语不发 赶了三天的路 来到于座 本来就看不见 山巅的山峰之下 山峰高耸入云 小半截的山峰 都笼罩在云雾之中 巍峨无比 见过四当家 九哥带着北风 进入到山腹之中 不少人面黄肌瘦 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 恭敬地向着九哥行礼 北风没有出声 多看 少说 这些人身上的气息桀骜不逊 唯有见到九哥时才会收敛 别看一个个面环肌瘦 营养不良 但是在北风的感知当中 这些人一个个周身都是有血腥味 与煞气传来 这就是杀戮太多 刻入这些人的骨子里 印在灵魂之中的气息 一个个都是外界有名的大魔头 被万古天宗禁锢在此处 这些人倒不是没有吃饱饭 饿成这个样子的 而是在此界待的时间太长 修为甚至都不稳固了 为了维持修为 这些人不惜以消耗肉身的本源 来弥补修为 看似一副病泱泱的模样 可是动起手来 比谁都要狠辣 能够一招打死你 绝对不用第二招 一路走来 北风看见了不下数百人与妖 这些呢 都是一方魔头 恐怖无比 见过这么多人与妖 北风愣是没有看见 一个洞虚境界之下的 这倒也是 洞虚境之下的 也没有资格 被万古天宗抓进来 北风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一劳永逸地 直接击杀了这些大魔头 反而只是关押起来 事实上 北风现在也没有心思去想这些 前方大厅之中 四道人影静静地坐在椅子上 当九哥带着北风进入大厅的时候 四道目光就放在了北风的身上 无孔不入的压力 让北风的身子僵硬 动弹不得 空间像是化为了固台 把北风封闭在其中 连呼吸都困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